脑血管瘤破裂的原因 王涛 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脑血管瘤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定义 什么叫卢内的血管瘤 实际上它指的是动脉瘤 是卢内的血管 由于它这个解剖的 本身解剖的形态的关系 在血流的反复长期的冲击下 导致的局部变薄突出 类似于一个气球的薄弱的地方 会突出一块 叫做血管瘤 实际上它不是肿瘤 叫做动脉瘤 实际上它不是肿瘤 那么它的危害在哪里呢 就是这块就非常薄弱 那么随着血压的波动 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一旦破裂出血 那么卢内的出血 那么有时候是致命的 第一次动脉瘤 卢内动脉瘤出血的死亡率 是在35%到40% 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也是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 随着我们检查的技术设备 仪器的逐渐的越来越先进 所以说卢内的动脉瘤 那减出率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最早的卢内动脉瘤的发病率 可能是十万分之一 实际上现在的最新统计的发病率 是十万分之十五到二十 这个发病率是一个非常高的 那么其中有一半的病人 会出现卢内的动脉瘤破裂出去 那么一半的病人是死后尸检 发现了动脉瘤 那么卢内动脉瘤的破裂 应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情绪波动 那么暴饮暴食 或者是疲劳劳累 那么导致的血压的剧烈的波动 导致动脉瘤的破裂 一旦出现破裂 很多病人 那么是不做体检的情况下 是发现不了动脉瘤的 他们没有任何症状 那么第一次就诊 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出血了 才来就诊的 专家提示 1.情绪波动 2.暴饮暴食 3.疲劳 劳累导致的血压剧烈波动 2.暴饮暴食